大家好 我是余夫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我們如果是去到雞郎 如果是坐火車去 有火車頭下來 舊的火車頭下來 是在架橋邊的這個地方 現在這是一個新的 這種玻璃圍幕的這個火車頭 不過也是在他的架橋邊 就是在舊的火車頭的架橋邊 有一個叫做日本郵寸雞郎出場所 來 看這個 這棟是三盟棄的 這棟是有到這個棄中讀副 也就是中通副的森山松之助 跟到這個謹守勳合作 謹守勳是什麼人就是去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行政院 那個日本的建築書 那麼這棟是日本郵寸的 這個基隆出場所 當然他在從三年裡面 有什麼富士玩耗 有什麼很多重要的郵寸 都是有到這間公司在經營 這間公司其實是延期明太郎 也就是三年集團 下平的一個全公司就對了 那麼那個時候日本人為到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發現說這整個海運都去過 外國人 英國人什麼獎牌 英國人 美國人 什麼獵牌獎牌 他就要牽著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日本就是雞郎 英進的日本郵寸 跟著這個台辦雄純 這兩間 第二次 第二次要準備賣到那裡烈牆 當然不然都把他們觀光出去 並且都是他的這個環圍就對了 所以你如果是在日本時代來到這個雞郎 有雞郎 雞郎本身就很漂亮 那走出來 好好看得到的房間都很漂亮 所以要穿上去到歐洲的漁館裡面 那麼這棟在戰爭的時候 很可笑 美軍就這樣洪洪一個洪洪 這炸炸炸下來 剛好這個過雷沒看 這個圓頂沒看 那麼本店是要為這裡出入的 他那時候動車的設計是為這裡出入 後來因為這個派去了 現在收穫起來 尾洲是那個門 尾洲是後面 後面才開 這邊就是一個大門 那麼那時候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就將這個建築 拿去叫揚明海運 那麼揚明海運 基本上是有大辦官方的色彩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 那揚明海運現在改 做出的是一個揚明藝術中心 揚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就對了 所以你如果可以去的時候 可以在裡面參觀 要有很多這麼多 揚明海運的這個故事 真好的故事 回來 南朝風來議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